说起TX Boys这个组合 就想到了很多次 比如青春 比如努力 比如帅气 这些都是这个组合刚刚出道 的时候大家喜欢他们的原因 他们一开始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 那时候才初中的年纪 那时候已经不只是年轻了 可以说他们还是三个孩子而已 可是在这么小的年纪 他们却已经想到 那自己要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去努力 那时候可能同时在读书中的小孩 都还在每天调皮 地位班主任和爸妈批评 而他们一边要顾着演出和参加节目 一边还要顾着自己的学习 不落下其他同学 小凯在其中作为队长 一直都有着很好的带头的作用 他这几年也一直都没有松懈 过自己的学习和工作 一直都把这两个东西顾得很好 可是从整体上来说 大家应该都知道 一个人的人生当然是不可能什么都顾得过来的 在得到一些的时候 当然也需要失去一些 很多艺人也在各种场合表示过 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一直陪伴着自己的家人 而对于年纪这么小的小凯来说 却也存在着这样的难过 他这样的年纪是最应该和家人待在一起的 可是他却说自己已经两年没有回过家了 最近的他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 这样的慢综艺中不免会让人想起自己最柔软的地方 而对于他来说这个地方就是自己的家人 他在车上听到了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老象的歌 或许是想起了自己在家里的时候 于是他说自己从前年开始就没有回过家了 而且前年回去也是因为考试 没有多久就回来了 对于一个这样年纪的人来说 实在是不忍想象几年不回家是怎样的感受 大家也知道他的家乡在重庆 他说自己很想吃家乡的小面和很多东西 说到这里 他的表情几乎已经快要克制不住 一直自己抿着嘴 很难过很失落的样子 而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很多网友也表示他真是很让人感觉心疼 家里人也应该很想他吧 在微博的这个视频下面也有了很多评论 粉丝们看到他这样都非常的心疼他 也让他要好好的休息 不要太累 有时间的话还是回家看看